你讲人家躲起来 是俺做的都不知道 来自台南的周大军 休闲的穿着 及搞笑的才艺和谈谱 如果他不说 应该没有人会猜到 他是董事长 我就是周大军 来自台湾台南 今年三四二岁 现在在经营一间 新储家工厂 他在一个地方不超过三年 拿到了一个 从天而降的家族企业 从小父母 很早就离异了 那后来就跟妈妈一起住 那爸爸这边就又娶了二妈 不管你是一个偶像剧迷 还是资深家庭伦理剧粉丝 那些只会在荧幕里出现的剧情 就恰好发生在这个 来自台南的董事长周大军的身上 你爸生病 那飞回去之后 发现说他已经 长在医院了 中风 病危 对 已经发出了病危 中风了 中风了 对 他看着你 他其实有意识的 他没法表达 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 他就让你眼睛眨眨眨眨 对 但是就眼睛流泪 看到你就流泪 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 那从那个时候其实就每天就是跑医院 每天处理这个工厂的事情 那可能还有一些亲戚啊 因为这都是爸爸在处理的嘛 突然这些事情就全部就丢过来了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 我怎么会知道谁是谁的谁 或是谁做了什么事 然后造成什么事情 我怎么会知道呢 其实我对我们家的工厂一点兴趣都没有 现在小朋友不会想要去搞工厂这一块 太复杂 太麻烦 又脏又臭又热 没有人要做这一块 所以想当然我也不想做这一块 二妈也还在 那两个弟弟也都还在 其实他们也对工厂是没兴趣的 虽然没兴趣 对 他们不想经营 没兴趣 但是能放着嘛 当然不能啊 他有资产嘛 有钱嘛 多少是想要分一杯羹 对 这简直是一个类似像一些电视剧 就类似像豪门恩怨之类的 有点像中 只是没想到说会 刚好就发现在我身上 若是一份感情足够坚定 再不安定的心 也会愿意停歇靠岸 来自香港的思涵 用他的自信和坚定 让一直漂泊的周大军 在他面前住所 我们在说的安全感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安全感 不一定是男方给女方的 我觉得有一部分 也是女方给自己的 为什么女生会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 他们觉得世界上诱惑很多 某程度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所以对感情上的没有信心 所以对男方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觉得 如果觉得自己 有自己在吸引的地方 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信心 就能有很充足的安全感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安全感 不是我觉得自己很完美 而是我觉得对我们的感情有信心 就算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我也觉得 我会对我男朋友 就是有充足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们 我相信明天的美好 这样子 谢谢 所以周大军在您的手机上按着这个号码 还真的就在你二人当中 我觉得我很强烈地接受到 我可以克服异地恋的这一个部分 谢谢 是 这个是我觉得 令我最能够下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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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